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影片中可以看到一名执法人员对正在拍摄抓狗行动的男子咄咄逼人 不断的质问那些流浪狗是不是他的宠物狗 眼见男子没有停止录影 指法人员还跨过栏杆 近距离的和男子对话 这段影片是在3月24号上传到脸书 至今浏览量超过8万次 新海峡时报 点系市政厅 但当局至今都还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